來去台北打拼 聽人說什麼好看的都在那裡 唱出自己心中的台北夢 從23年前就志在台北市長選舉 國民黨前立委丁守中第五度爭取 黨提名參選台北市長 超過半小時暢談自己的政治理念 就是要翻轉台北 但自己從1994年開始 投入台北市長選舉 都在黨內初選就敗下陣來 大家說丁守中是一個魯蛇 丁守中是不是一個魯蛇 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的台北市不能夠變成魯蛇 我們看到台北的城市評比 逐年的下滑 可是我們看到有些人 完全沒有任何的政績 沒有好的表現 可是他在網路 在媒體的聲望聲量 還是這麼的高 丁守中如果當市長 絕對不會去拼個人的聲望跟聲量 一定為我們台北市在國際 拼最高的聲望跟聲量 讓我們的市民以台北為榮 批評對手台北市長柯文哲 只拼個人聲望 還邀請也曾是市長熱門人選的 行政院前院長張善政 擔任智慧城市總顧問 另位院長及毛治國 擔任公共運輸總顧問 顯見有備而來 參選是每個人的權利嘛 對不對 我們反正其實我非常清楚 我們就是把市政做好是最好的 競選連任的準備 他長選選了 想了20年 會不會覺得跟你之前講 國部革命的例子滿像的 我跟你講我今天頭腦比較清楚 不會亂講話 OK 在就職三週年前夕舉辦首長營 柯文哲強化首長們的向心力 對屢遭批評的崇洋敬老金庭發也不妥協 可是在我們跟台灣的社會 幾乎每個限制都在發揮 為什麼 那就直接買票 直接逃選 那我們現在如果馬上說 我們就做政治上的退卻 大家會坦白講是對選舉會想方便 可是為什麼一直到現在 會ㄍㄧㄥ在那裡 我覺得是這樣 應該是說他對我們這個不利的因素 而且是很不利的因素 但是我相信 因為這個不利的因素 逼我們會更用力的去解決 整個台北市的導臉不利系統 柯文哲曾經說過 比起連勝文 丁守中是沒有缺點的對手 現在丁守中捲土重來 還是要先過黨內初選這一關